投资个一两万块钱来 种植这个榴莲 一位中国年轻人准备进军榴莲行业 榴莲在中国的市场现状和消费前景如何 今天来说说榴莲 榴莲这个民一般的水果 有多少人喜欢 也就有多少人讨厌 不可否认的是 榴莲在中国的市场销量是逐年增加的 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显示 我们国家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 榴莲进口量占全球比重达到82% 2010到2019年 我们国家的榴莲消费量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6% 根据海关进出口数据统计 2021年 我们榴莲进口量是82.16万吨 金额是42.05亿美元 折合成人民币300亿左右 而2021年市场消费量在100万吨左右 我们的市场上消费的榴莲 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最近五年 我们99%以上的榴莲进口泰国 少部分进口越南和马来西亚 就拿2021年来说 我们从泰国进口了210.49万吨水果 而榴莲都占了40% 达到82.15万吨 占泰国2021年 全年榴莲产量的63.75% 榴莲长时间在我们国家 是保持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但是由于榴莲属于纯热带植物 在我们国家缺乏大规模的榴莲种植基地 目前仅海南 广东和云南部分地区适合种植 并且在海南已经有一些小规模的商业化种植 种植面积大概在3万亩左右 但是这远远满足不了国内的消费需求 所以 榴莲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直到20年都是一门好生意 所以除了做榴莲关联产品买卖以外 或者也可以直接在东南亚收购 榴莲苗了 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这一次打算投资个一两万块钱来 种植这个榴莲苗 如果说种植成功了 那就不花钱了 如果说种植不成功 对我的损失就是一两万块钱 机遇机遇 可意不可求 所以说现在大家宴可 种植这个榴莲苗吗 所以就拼一把 这个榴莲苗大家看一下怎么样了 感觉好吗 这一棵就是猫沙芒了 看一下那边种的都是 已经全部都套种完了 在连广地区 还有在海南地区 我现在就是把所有的地 能种的都种完了 这个榴莲 还有如果说在 大家如果发现附近有地出租的话 大家也可以联系一下我 我们最近也想搞一个榴莲基地 就是能包个上百某几十某的山地来种植榴莲的 在青州的 在青州附近的 最好的是交通方便的 如果说大家有发现的话 可以联系一下我 嗯 好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